夕阳西夏 我们要开始煮晚饭啦 我们今天在车里待了整整一天 各做了两集视频 这是前辈的拖鞋 昨天去了一下盐湖 你看上面的盐 刮下来炒菜吧 蒸板先拿着 把冰箱里的鱼椒和猪肉拿出来 哎 差不多还刚好啊 满满的仪式感 晚上我们就三菜一汤 一个是鱼椒汤 自己家里带的 一个带鱼要解冻 还有一个前辈最爱的番茄炒蛋 最后再来一个尼罗 解冻一下 这个鱼椒汤我在家里吃了无数次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都是我妈做的 要这么多啊 我不知道 应该放多少 我看你妈放一点点 然后她泡一下 她会泡大的 那就多吃一点嘛 我打个电话给我妈 我问一下她怎么做 我妈说先把这个泡10分钟 用清水泡 这里面是猪肉和带鱼 我给她解冻一下 就当运动卵看 突然之间起风了 已经浸泡了十几分钟了 我妈说 它里面有一个金的 要把它抽掉 那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能吃了 所以把它弄掉 还挺好弄的其实 挺好扯的 嗯 就这么短的一个 这个是我妈自己炒的 外面买都买不到 买来的 质量没那么好 买来的质量没那么好 第一个菜快好了 我也准备讨一下米 海洋下山了 我们要炒第二个菜了 我的最爱 哎 但凡我们自己做饭 好像都有这个菜 是吧 你要吃呀 我又不爱吃 外面风势太大了 我们准备还是在房间里面吃饭 天都快黑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 现在做重头菜了 鱼椒汤 是不是少了淀粉啊 我们 那也没有淀粉 就差淀粉 应该用淀粉勾芡一下 有那种羹的感觉 我们的饭终于好了 一个鱼椒汤 一个尼螺 一个我炒了番茄 让大家看看 哇 这个卖相不错 看 走毛角的美丽 每次烧饭都是 先尝尝看 主要是天气也不好 先尝尝看 外面风太大了 跟你妈做了有七八成效 只是没有那个勾芡 很好吃 真的 真的 那是 味道是一样的 鱼椒猪肉 还有蛋花 特别好吃 你还不错了 里面放的醋了是吧 都放醋了 对 还是放特别多的醋 你看一下 这尼螺也是我妈买来的 还挺下饭的 冷了 要蘸一下这个汤 今天汤没有那么多 嗯 我刚才测试有点炸过了 你觉得呢 对 怎么样 嗯 为你是厨艺鼓掌 真的 主要是为什么很傻 因为它就是只加点 别的不加 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调味料 要不等下你先洗澡 把水箱里面洗水 给洗完之后 我们就停到那边 灌水 可以啊 喝完了吗 嗯 全部都吃光光 这一餐真的是家的味道 吃完去洗碗了 你去洗吧 要我陪你吗 你废话 好